蔣夫人今天下午4点钟,在郑西复健中心接见了亚中女子篮球队的全体队支援。 蔣夫人在接见亚中队的时候,曾经首先对于全体队员11.0。 蔣夫人接着蔣夫人就向他们讲话,蔣夫人首先未免他们过去在访问美国和中南美期间,为国争争的表现。 蔣夫人接着还勉励他们要再接再厉。 蔣夫人接见了亚中队队员之后,接着又曾经在4点10分,接见了佛国前进免结议政。 蔣夫人对于议政的吹章表示非常关怀。 蔣夫人在今天下午4点一刻钟,进入了盛京医学复健中心的活动中心。 她收到了旅美回国致敬桥团的热烈鼓掌致敬和欢迎。 今天进入见蔣夫人的潮团,有一个是来自美国加州, 加加缅度的中华鼓乐队,以及另外一个来自西雅图的鼓乐队。 现在她们表演各项节目,共蔣夫人以及贵宾们,另外还有盛京商谈福建中心的院童们欣赏。 现在表演的是加州沙江缅度的中华鼓乐队。 她们第一个表演的节目是彩色仪队。 她们非常愉快地欣赏她们的表演,并且接受了她们的致敬。 第二个表演的也是美国加州沙江缅度中华鼓乐队里面的第二个节目。 这些节目是新年表演的。 现在接着要出场表演的,是美国加州沙江缅度中华鼓乐队。 她们主要表演的节目是变幻队形。 她们穿着深红的,看起来很有东方产品色彩的,古色古香的服装。 但是她们所做的动作,还是属于移对式的操作。 现在她们专门来说,向蒋夫人秘书琴。 她生了十公里一次的电影。 蒋夫人在观赏节目的时候,曾经亲自很吃爱的一点心来喂小朋友吃。 她并且还为乔邦们签名留念。 在节目表演结束之后,蒋夫人曾经对全体讲话。 由于今天参加进宪的乔邦,大多数都是年轻的女孩。 蒋夫人告诉她们,要求事业的成功,必须第一,要忠于自己的理想和主义。 第二,要不为任何挫折而沉上。 蒋夫人并且还以正经附件中心的一位小女孩作为例子。 她把这位小女孩抱起来给大家看。 因为她的双手没有了,她双的是两个义姿。 但是她现在能够充分利用她两个义姿。 可以拿东西,也可以写字。 蒋夫人慈祥的讲话,引起了全场人员热烈的掌声。 谢谢大家。